整班精華城的案件 台北地減速依道理座 先說稅遇花花收藥柯文哲 聽說減量案柯文哲 引導敲到USB 裡面發現一個 小省1500審慶金的動案 1500到底代表什麼 很多人有憲署 怎麼會提出一個問題 問我說我會不會透過律師 去跟柯文哲主席 確認1500是什麼 因為主要是因為 這個是犯法的事情 請容我再提醒一次 這個是犯法的事情 怎麼可以想要透過律師 去跟當事人有任何的意見交換 那這樣子的話 不是要陷律師於泄密的風險 這個案件後一部 檢察官就是要了解 各面的消防深受受制 英國空空到底是什麼意思 這也是檢聯要對照的重點 第檢署也派陳文警檢察官來調查 台北地檢署陳文警檢察官 運用本署特殊案件 遺傳管轄程序 偵辦大量申辦電信門號 涉及犯罪總計起訴 是檢察體系裡面進入經濟專業的檢察官 陳檢察官有查金流經驗的這個加入辦案之後 對於柯文哲或者是他周遭身邊的人 海外資產也好 或者是相關的金融帳戶也好 虛擬貨幣也好 都是未來在證明是不是有違背職務收賄 這樣的一個犯罪嫌疑上面 非常重要的查證工作 柯文哲是否受不免來源的金流 飛進去其他人的貨頭 這也是犯罪為貨政府收賄罪 就要看檢察官陳文警加暗 如何找出政機 民視新聞總合法都 各位觀眾 政策新聞請下載 您是新聞嗎